阿這個感覺會大賣嗎? 會大賣嗎? 會啊 作者都來看欸對不對 你媽大賣 這次有王杏林跟曾知曉幫我們寫推薦序 雖然是重範推薦 後面就有推薦曾知曉的書 主要是因為他也是時報出版 趁機打個廣告 在影片開始前請幫我檢查是否已經按下了 右下方的紅色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來囉 妳要進來了嗎 我這樣會不會很像那個洗車的那個員工 然後在這邊幫那個擦車子這樣 可是妳沒有 那妳來這邊幹嘛? 我來這邊擋人才路啊 沒有啦 今天是我們的印刷的第一天 然後特別就跟出版社討論說 我本人要來到印刷場來看一下 有沒有很像在做這個麵條的 改麵嗎 看這裡 而且其實這邊當然賣很多什麼 可能什麼參考書啊 任何的印刷都是在這裡 然後我們要找到我們的這一疊 這裡 妳這邊有看到嗎 不要羨慕別人花開著找的封面拼兩年 然後等一下我們是用這個 這個大指去印刷 然後最後再切切切去裝定這樣 這邊我們要來找我們的封面到底在哪裡 我看一下還有沒有別人出書 來這裡 這是我們的封面有看到嗎 然後到時候會直接在這個上面出現 這是我們的底對不對 這是什麼 它是板 板 所以銀色的不重要 它是板然後再用到上這樣 然後師傅現在在做我們的了嗎 對這是我們的主題 現在我們要來做我們的那個獨家書衣版 是否成品通路的 當然有包含像是 成品的實體商店還有成品的線上 還有沙皮的成品都可以買到喔 這個是獨家書衣版 然後呢現在是還沒裁切的 要說它會瘋狂的大量印刷我們的書 所以我們會先做這個環粉 然後等一下再陸續做一般的書的封面這樣 這樣它是把前面的顏色清乾淨是不是 才可以換新的顏色清乾淨 才可以換新的顏色清乾淨 藍色 讓你更顏色粉 粉一點 比較紅一點 啊 黑色 加黑色 我要出選那個 它的層次拉出來 OK 好 獨家書衣呢 到時候最後出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我們是會包在一般版的上面 然後因為我們的書名非常長對不對 原則來說呢造成師傅的困擾 那你不要剪短一點 不是因為他們剛剛兩個人在開會我聽到 他說不要羨慕別人喔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遇到一些小問題 就是我們出版社的同事覺得可以再量一點點 可是師傅覺得還要再調一下不知道硬不硬的出來 希望可以跟這個一樣量 然後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 啊這個感覺會大賣嗎 會大賣嗎 會大賣嗎 會啊 哈哈哈哈 作者都來看耶對不對 你大賣 真的喔 對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調過的是比較有層次感 你看就是 臉會比較明顯 會比較立體一點 那這個是比較平一點 看起來是 就變成說 看起來是 膚色會比較好 沒有錯 可是它看起來是平平的 沒有立體度 因為它確實皮膚感覺比較好 可是這個感覺那個臉更明顯一點對不對 對對對 等一下我們就用這個來做我們的獨家術衣的封面了 我們現在就是確定好要來做的 有一點點緊張 你喜歡立體感的你 對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比較明顯 因為我皮膚好這件事情不用再跟大家講了 應該 呃 不敢說全台灣啦 中和區的應該有知道吧 哈哈哈哈 第一次來這裡耶 好興奮喔 以前都是那種去看別人的那種專輯包 這是什麼牛肉麵的我也想知道 這是什麼牛肉麵禮盒嗎 趁機買別人的 哈哈哈哈 現在我們已經正式開始刷了 好緊張喔 這是成品的獨家書衣版 然後 數量有限 等一下可能就立刻刷完了 而且它以上就是兩個封面 對不對 除非 不會有除非 這個不會再加印了 這個要立刻買起來 天啊 好酷喔 完成了 等一下它會有第二版的封面 所以現在是我們的那個獨家書衣版已經印好了 然後會再送去那個裝訂廠來另外裝訂 沒想到今天我本來以為是可以拍到裝訂 結果誤會了 它是每一個地方都有分門別類的不同的師傅在處理 這邊就是純印刷 好像披薩喔 哈哈 我的書要去哪裡 去哪裡 跟上來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印完了獨家書衣版之後呢 這個就是一般版 當然同時也是親切版或是對聯版 都是這個版本 然後上面其實我們上次有調整一下 就是說 希望臉部的黑色可以小一點點 然後logo可以再調一下 希望等一下大哥可以幫我們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大概還沒有講到的就是 這次有王杏玲跟曾志草幫我們寫推薦序 算是重範推薦 後面就有推薦曾志草的書 主要是因為它也是時報出版 趁機打個廣告 時報想說 他幫你出了一本書了 曾志草寫序怎麼可以不把曾志草的書放進來 他說也是滿合理的 感謝時報出版 我們現在要來印我們的那個一般版 跟我們的親切版的封面了 交給大哥 我現在黑色的書就版本出來了 然後再看顏色 師傅這個顏色OK嗎 還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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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是什麼步驟 我現在要在叫聲 叫板 喔喔喔喔喔 等一下才會印真的對不對 那先看顏色我不OK 這個是幹嘛 看一下 有四個顏色對不對 四個顏色我們要打在一整整 각的一個指針 基本上有七個 七個指針點 這就是讓我�hao其容的 喔喔喔喔 好難喔 它這速度這樣 walter 它是超貼心的那個超級本隊 د 好厲害耶 大家聽說莫名其妙怎麼又在簽名了 這個影片到底是什麼 賣書的影片 到底是宣傳書的影片還是簽名的影片 是因為通通海外的朋友瘋狂加訂我們的書 然後青春版可能會有點小加嘛 所以我現在就再多簽一疊 到時候他就是會跟裝訂的時候一起夾在裡面 然後我們剛剛在樓下已經看完這個非常專業的印刷 想幫我們印完我們後面了 很美 剛才看到一些我的敵人 沒有啦 隔壁感覺是食品工匠的人 是堅果書嗎 不知道欸 他應該不是說他們是一些包裹禮盒啦 而且你今天的襯衫跟你的斐葉的顏色有一點搭到 我不曉得這個小巧思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說呢 為什麼我們這一次裡面的 大部分的一些特殊的斐葉都是用粉紅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是粉紅教主 不是欸 那看來我們連同事都沒有發現這個小巧思 想必書名是不會發現的 哈哈哈 這個小巧思呢就是因為我的IG現實動態的背景都是粉紅色 然後我也讓大家呼應就是說 欸怎麼又看到剛才我們的粉紅色的背景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個粉是跟我IG的現實版粉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是有看過那個色卡然後選的粉紅色 不是說啊為什麼特別選粉紅色 No 這個就是特別是跟IG很符合 因為大家其實很常在IG看到我跟大家分享的內心的小故事 像到時候大家看到書的一打開就覺得 欸 好熟悉的感覺喔 可是裡面全反而是一片一片更完整的故事 而且裡面有很多以前在網路上沒有分享過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敬請期待一下 然後寫個特別的寫個書名 好啦 寫錯字了 真的不會剪掉喔 這不能邊講話邊做事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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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對我的一種好像在看我的IG 可是又是在看書的感覺 這個比較偏綠 對 好像這個好一些 這個是會好一點 對對對對這個是新的 好像比較好 那個臉比較亮一點 顏色比較沒那麼綠對不對 比較有立體度啦 對對對 啊這個是看起來是 膚色會比較好一點 是 我們新的這個好 謝謝 親愛的 對啊 然後幫我這一頁就是 剛剛講到的推薦序 包含喬喬跟王晶瑩有幫我們寫的推薦序 謝謝兩位女神級的大明星 沒想到我們就這樣看到 我們的書的第一次過程 超級好玩的 我覺得今天超像那個 我們在參觀博物館 我們是真的獻證他的誕生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哥 拜拜 拜拜 讚給大哥了 這本書呢 我們其實這個影片播的時候 應該已經上市了 不管是成品的 獨家書衣版 或是伯克萊的清籤版 或者是那個金劇對聯的書籤的正品 加金石糖跟MOMO 全部都可以買到 全世界海外也可以買到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很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見 拜拜